看了整天这个星期一的报导啊 是完全没有这一回事的 完全没有这个回教国这个字 我们不反回教 但是马花切把这个不反回教诠释成 我们支持回教国 这种做法是非常的不正确 也是相当过分 而且是很孤岛这个所谓的 结果了啦 今天呢这个Sina Harian呢 他也有登了这个更正的新闻 把Tidak Manola Islam翻译成支持回教国 这个是他家族大开眼界的 这个翻译 而且整篇报导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Nagala Islam 没有提到回教国 做了今天我就代表 申州新动党 正式的公开要求 申州马花联委会主席啊 姚在天上议员公开的向申州新动党 还有所有申州的子民啊 针对他们这个 误导性的这个言论啊 道歉 其实在去年的7月份 在7年的7月份 姚在天上议员呢 他本身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啊 他演讲的时候呢 他就指责这个明年的上议员 他在上议员开会的时候 他讲这个明年的上议员呢 我们有一直正走了 就有上议员啊 而且他讲啊 这位极端的明年上议员呢 发表了反对华小 和这个当小的破款 过后啊 经过我们查证啊 confirm 确定啊 姚在天所指的这位 言论极端的上议员啊 其实是他自己 巫统的同僚 巫统的上议员 他自己认错人 但是这个事件啊 从去年的7月 到今年也差不多7月了 差不多一年了吧 姚氏 还有申州 马华 联委会 也没有出来向公众道歉 也没有做出这个澄清啊 所以从这个去年的这个事件 再加上这个这个 新纳哈里安的这个事件啊 可以说明啊 慎州 马华联委会 他们的那个 言论的可信程度啊 是非常的有限的